从前从前 有一个小女孩 很喜欢村子里面的帅男生 但是这个小女生 个子又小 又有娃娃音 所以啊 帅男生呢 就只把小女孩 当做小妹妹看待 小妹妹真的好难过 为什么大家都只 把她当做小妹妹呢 不行 我还是睡不着 好 好 好 你乖 你乖 来 先躺 我再听一句讲故事给你听 结果呢 这个小女生就要变成一个 成熟的女孩 让这个帅男生 能够喜欢她 两个人就幸福快乐的在意 你好 请问 娃娃真 好帅帅 好巧啊 你怎么在这边啊 是我家啊 那你呢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租房子啊 这么巧啊 快进来 进来 好 好巧哦 来来来 我家要有点大哦 你要适应一下啊 来来啊 来啊 进来坐 好 这东西好开心哦 好久不见哦 对啊 我帮你拿 你别客气 你坐吧 谢谢 娃娃真 蛤 哇 你真的一点都没变 跟高中的时候一模一样 好像小妹妹 好可爱啊 我都今22岁了 一点都不像小妹 诶 等一下 哇 真的是一点都没变耶 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有没有当上把行师啊 有啊 我终于如愿以偿当上把行师了 太好了 诶 那你来 我啊 现在可是当上幼稚园的英文老师哦 哇 那你英文很好咯 我英文不好啊 那你怎么当老师啊 所以才是当上幼稚园的英文老师嘛 唉呦 回家了 你坐 坐 我还睡不着了 这位帅哥是 他是新来的房客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 你好 结果一下 这位帅哥我都睡不着 你可不可以陪我睡一下 唉呦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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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男人都可以 唯独这个不行 我不是说了 在观光场合要静悄悄啊 噓 噓 我刚刚想起来了啦 它不就是你房间里面那个照片吗 爹 怎么样 怎么样 你干嘛让我啊 唉呦 我的房间在哪儿 不要让我 不要让我认 他不是你的白宝王子吗 喂 喂 嘿 你在干嘛啦 这可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耶 你从高中的时候就喜欢他 而且你们中间还有通信啊 我看他人也不错 我才不会是他喜欢的菜了 而且我们俩从高中开始 他可以只把我当小妹妹吧 那你说说看他喜欢的菜是怎么样子的 我来帮你评估评估 他的菜呢 都要大胸部 还要成熟美艳 身高呢也要一百六十公分以上的美女哦 那不就是在说我吗 但年纪不能太大啦 啊 因为他不喜欢自己练 是哦 没关系啦 我来看看你啦 其实哦 身高不够可以穿高跟鞋啊 那如果胸部不够大的话呢 可以用电的 那娃娃衣呢 没办法 你不用难过啦 我相信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到 我麦格瑶的 麦格瑶就是我 麦格瑶的 麦格瑶 我跟怡真啊 我们在高中时期就像耐兄难妹一样 那个时候我们常一起点完名 去学教课 等一下这么多年之后 我会跟她常为室友 是啊 你还真多妹妹哦 美龙 没有 就只有一个 而且哦 我们那么久没见面了 没想到她一点都没变 还是像小妹妹一样 好可爱 最奇妙的是 我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 你说奇妙不奇妙 那你们几个人住 该不会 只有你跟她吧 对啊 只有两个房间 所以只有我跟她一起住 什么 什么 我不管 我要办公室跟你住 不行啦 我那时候跟房东讲 就只有我一个人去住 如果你现在也过来住了 我 我怕房东会生气 可是只有你跟她 我怎么知道你们两个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可能啦 人家是小妹妹 而且我从高中就认识她到现在了 也对她一点也没有感觉啊 我不管 我就是要去 就算妹妹也会长大啊 我就是要去啦 好啦 那我待会跟她说 我们会回去吃晚饭 你一定要从她煮的菜哦 很好吃 你生气吧 赶快吃 嗯 好吃吗 好吃吗 嗯 好痛啊 喂 嗯 我的大嫂啊 嗯 你要回来吃饭 好啊好啊 我帮你做饭 那你早点回来哦 嗯 拜拜 耶 什么是这么高兴啊 好意思说今天晚上 要一起吃饭 那很好啊 你怎么进来的 飘进来的 快坐坐坐 我跟你讲哦 我好像说今天要回来一起吃晚饭 而且 她说有个重要嘉宾 会是礼物吗 会不会是 她想来一个 百年爱情的大告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光是有非常好的厨艺是不够的 还要有美丽的外表 才可以哦 这个时候 面膜 没错 就是这一片面膜 只要你 附上了这片面膜 你的脸就会 美丽动人了 来 可是 我都还没有打扫完呢 饭也还没有煮 哪有时间面膜啊 你真的很吵 我告诉你 要一个男人爱上你 光是抓住他的胃是不够的 你还要满足他的视觉享受哦 男人这种动物啊 真的非常的奇怪 只要你 可以满足他所有的要求 他就跑不掉啦 来 敷一下 来 敷一下嘛 敷一下 来 敷一下 快点 不要跑 来来来 敷一下 敷一下 你叫我什么哭啦 敏了 快点 不要跑 就是现在 失去紧紧 收拾心跳升澎湃 轻轻敲醒了你我爱的告白 声谣 开启我们有很难 请收拾心跳崩溃 你 有心烦敲响 你 你 你 我 是 你 你 我 飞翔在月光之下 闭闪耀的放鬆 舍在望胸牌 照亮爱的故事 五分了色彩 依旧是闪耀望 转动生命中的期待 就是现在 时时紧紧纠缠 心跳升红牌 紧紧消息 何必我爱的告白 在闪耀 开启我们永恒的爱 照着光 你向我走过来 做顺利的姿态 冒险就此展开 有爱召唤着魔法 勇气幻化成盔甲 担心就此保护着你和我 飞翔在月光之下 你闪耀的放鬆 舍在望胸牌 照亮爱的故事 五分了色彩 你就是闪耀望 转动生命中的期待 就是现在 时时紧紧纠缠 心跳升红牌 轻轻消息 何必我爱的告白 神药 开启我们永恒的爱 你闪耀 你闪耀的放鬆 舍在望胸牌 照亮爱的故事 五分了色彩 你就是闪耀望 转动生命中的期待 就是现在 时时紧紧纠缠 心跳升红牌 轻轻消息 何必我爱的告白 神药 开启我们永恒的爱 你闪耀的爱 你闪耀的放鬆 舍在望胸牌 照亮爱的故事 五分了色彩 你就是闪耀望 转动生命中的期待 就是现在 时时紧紧纠缠 心跳升红牌 轻轻消息 何必我爱的告白 神药 开启我们永恒的爱 怡真 来了 回来了 趕快去洗手吃饭吧 我帮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朋友佳瑜 那这位是怡真 我的高中 妹妹嘛 我知道 你好 我叫佳瑜 是红牌的女朋友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有心 知道我今天要来 准备这么多很好吃的菜 当红牌女朋友好幸福 以后我一定要常常来 怡真 妳真的是个好妹妹 谢谢 你们坐吧 我去帮你们盛饭 麻烦你了 不快 请坐 好 等一下 小心 好香 你也饿了吗 可以 很乖 没想到住在外面 可以吃到这些东西 真的是太幸福了 佳瑜 你一定要试试看 姨真做的菜 好 真的超级超级好吃的 我要那个 这个吗 哇 会煮菜真的好棒 哪像我都不会 因为从小我妈就有跟我说 不要只会当一个煮饭婆 要不然抓不住老公的心 那这样我之后不就要吃泡面 饿肚子了 姨真 你还是焦急要拿煮菜给佳瑜吧 可是我也不是专业的 怎么好意思教她 佳瑜 你是不是不太会用筷子 我可以教你 你看 是姨真不想教我 而且还挖苦我 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因为有的时候 常常教小飘梨 所以可能会有点职业病 不好意思 对了 姨真不是在挖苦你 是我自己舍不得 让你自己夹菜 可以了吧 我才讲姨真一句话 又急着帮她讲话 嘴巴有东西的时候 不可以讲话 你看 她这么就是不喜欢我 我做什么事情 她就是看不顺眼 她到底是你什么人 她是我的好妹妹 那你是我的好女友 我当然希望你们两个 能够和平相处 佳瑜 以真对我来说 跟佳瑜一样重要 你也要好好对她 会的 我会对这个妹妹很好的 身为大嫂 对妹妹好 这是应该的 不是吗 吃饭吧 来 吃 快吃 谢谢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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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那个 这个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来 煮饭婆 到底有什么不好的 你会做饭或做家事 这样不是很加分吗 真的搞不懂红衣 我在讲话你们在听啊 不要听耳机了 我问你 为什么红衣都喜欢那种 浓妆夜魔的老巫婆臭妖怪 他们有的我也有啊 而且也不小啊 为什么红衣都把我当小妹妹看了 你告诉我啊 告诉我啊 告诉我嘛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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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啦 我好像在对你说 我会好好过 好想在对你说 我会好好过 好想在对你说 你 怎么啦 这么晚了不睡 没有啦 想说你今天真的辛苦了 对了 家瑜的个性比较直 所以她有时候讲话比较直接 希望你不要介意 她不是坏人 我们这么熟 你干嘛这么退气啊 而且她讲得也没错啊 没关系啦 对了 送你的 送我的 就当作你今天这么辛苦 为我们准备晚餐的谢礼了 哎呦 你干嘛这么客气啊 好客气吗 嗯 等一下 嗯 谢谢 晚安 喂 我还在送我的声音 你太可爱了吧 又把我当小孩看 真奇怪 送一个小东西又这么开心 那只要雨差太多了吧 哎 我觉得你变得不一样了 我怎么啦 就跟以前不一样啊 你看你现在气色这么好 女朋友对你不错哦 我女朋友 怎么可能啊 我公司要照顾她都来不及了 是我的室友怡真啊 她真的超厉害的耶 她整理房间像吃饭一样 令我都很佩服她 哎 你说怡真 该不会是我们高中那个娃娃真吧 对啊 你还记得她啊 当然啊 我怎么可能忘记她啊 她这个女生超特别的 虽然说啊她娃娃音 但是她真的很细心 感觉上就跟同年龄的女同学不一样 嗯 我高中的时候就觉得她是个很细心的人 而且很奇怪 我们好像什么都不用说 什么都不用做 她就了解我们要什么了 你们怎么会坐在一起啊 缘分吧 刚开始搬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也吓了一大跳 对了 而且她不只会整理房间 她的厨艺更是一流 你啊 就少夸奖她一点啊 小心女朋友吃醋 怎么可能啦 我都记得她们两个认识了 她们相处得挺愉快的 而且我女朋友常来这边玩 她也会煮菜给她吃啊 哎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看到怡真啊 她应该在家吧 你们两个很久没见了 走 我们去找她 好 怡真 妈 你才能站起来 爹 你这个卫生股肠也做得太久了吧 谁要 怎么会是你 好久不见 来 让我看看你们长大 爹 好久不见 你们什么时候会变那么好 干嘛跟你说 对 你们之前参加拉拉队嘛 你记性真的很差 她老了 真的 老阿伯 下次我们去喝咖啡 好 我们好久没了 焦糖马其夺 你居然还记得 记性真的很好 我请你 好啊 那我今天请你喝红豆糖 我刚好有座 好 走吧 奇怪 为什么看我两个这么开心 我会觉得怪怪的 早上就参加拉拉队 不对 我根本才有拉拉队 对 宜真 来 妈 怎么了 你不要老是打扫我屋子的门面 你也要整理一下你自己的门面 好 你看 我帮你准备的秘密武器 是 它可是从美国坐飞机过来的 什么秘密武器 来 这边酸 好 没问题 这个秘密武器 可以让你叮大人 叮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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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只要涂在身上 然后按摩 就OK了 真的有用吗 她都有一个很厉害的女朋友了 当然有用 只要还没有结婚 就还有希望 而且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绝对没有我卖隔摇 抢不到的男人 真的 真的 哇 对了 你啊就把这个按摩霜 涂在手上 然后一直磨脏 然后就 开始 按摩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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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下到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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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外到里面 有外到里面 开启我们 永恒的爱 成绝换 你像我走过来 不像你大姿态 冒险这次展开 用爱召唤出魔法 用心换花生回家 繁星就此保护着你和我 飞翔在远光之下 闭闪耀的光头是带我胜怀 照亮爱的故事分了色彩 依旧是闪耀望转动生命中的期待 就是现在 时时静静就差轻跳声澎湃 静静消息和你我爱的告白 想要开启我们永恒的爱 传着光 你向我走过来 做旋律的姿态 冒险就此展开 有爱召唤出魔法 勇气换花生回家 繁星就此保护着你和我 飞翔在远光之下 你闪耀的光头是带我胜怀 照亮爱的故事分了色彩 你就是闪耀望转动生命中的期待 就是现在 时时静静就差轻跳声澎湃 静静消息和你我爱的告白 想要开启我们永恒的爱 你闪耀的光头是带我胜怀 照亮爱的故事分了色彩 你就是闪耀望转动生命中的期待 就是现在 时时静静就差轻跳声澎湃 静静消息和你我爱的告白 想要开启我们永恒的爱 早安啊 起床了 谢谢你的早餐 我刚刚是先闻到味道才醒来的 没什么 顺便做的 亲爱的 早安 这是我们的甜蜜早餐约会 好饿喔 都挂了 佳玉早 这是我大白草荣去买的 这是在那一家没有 大白草荣店 你不说那边有那么多好吃吗 我都买了 来 那个 宝贝啊 我吃饱了 吃饱了 佳玉是这样的啦 因为我早上做早餐的时候 顺便帮红衣做了一份 你怎么可以这样 为了你我花了多久时间去排队 才买到的 你却跟我说你吃饱了 现在什么状况 对不起啦 余蓁她只是一片好意 我真的就一时忘了 宝贝 你不要生气嘛 忘了 这种事情你也可以忘记啊 昨天晚上明明讲好的事情 我看都忘记了吧 没有啦 我就真的一起床 然后就看到余蓁把早餐准备好 我就顺手就吃了 余蓁余蓁 每次都是余蓁 你眼里还有我吗 我是你女朋友耶 为什么妹妹可以来破坏我们 她要凭什么 她要为什么 装着余蓁的头衔不放 以为娃娃英就可以把人家拼得团团 是吗 好啦 人家娃娃英是天生的 你又可以这样说的啊 对不起啦 佳蓁 我不是故意的 你们不要吵架好不好 要相亲相爱 宝贝 这要不是你的错 你干嘛要道歉啊 不是她的错 是我的错吗 因为这个做作女 破坏了我精心安排的早餐约会 对 现在在那边装可怜 谁过分了 够了 你不要越说越过分了 我过分 我哪里过分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的错 宜蓁 你要去哪里 我在这里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 你怎么了 怎么了 于又 你怎么老师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 你是你 我 是我 到底谁是你女朋友 我在这边受委屈 你去跑出去追那个座座女 你有胆子批评你真一次试试看 身为你女朋友 你不帮我讲话 你帮着外人 我能够不生气吗 外人 谁是外人啊 宜甄是我的家人 我论是她时间比你还久 你懂不懂啊 我懂 我都懂 我每天听你宜甄长宜甄短的 这场女人天天都会吃醋 你在怪我吗 对我而言 宜甄就是我的家人 甚至比家人还轻 你身为我的女朋友 难道不应该好好生待我的家人吗 对你而言 是家人 那她呢 你有看到 你有看到她爱慕你的眼神吗 你有看到吗 你的疑心病太重了 你想太多了 我想太多 我疑心病 好 如果我要你离开这里 不要再跟她做作女 有任何的牵扯关系 你做得到吗 我再郑重地警告你一次 不准再批评宜甄了 你不要这么说 怎么样 你 感情 感情受伤了 感觉就快要窒息 我听见 那心痛的声音 也许遇上错的人 也许爱的每天分 眼泪换来成长 必修的血分 怎么啦 怎么啦 你都不说话 怎么啦 多难过都会陪你一起撑过啊 那伤人的谎话 就忘了 就算了 怎么啦 怎么啦 还在想着她 还爱她 嘲笑你不顾一切 你爱的有多傻 当计划属于了变化 就被表她不是对的她 喂 想一样 对不起 我们都老同学了 而且我肩膀裂那么壮 就是要给女生靠着这样哭的 这是我的荣幸 总算 是由一个人把我当女人看了 其实从以前我就觉得 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子 只不过你对洪毅真的太好了 太照顾她了 所以她也太依赖你 斥定你 可是 那是因为洪毅从小就是男性小孩 她没有妈妈的照顾 我只是想多关心她一点 如果你这叫只多关心她一点的话 那我妈早就要好好的检讨一下了 好不好 我看 你根本就把她捧在手掌心 送上天了 情友 我问你 妹妹为什么就不能变成情人呢 我还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像我这样的女生 真的不适合当情人吗 不会啊 你很好啊 还有什么优点 你的娃娃衣很可爱 可是很多人都是娃娃衣很假 很像小朋友 你的嬉娃衣很可爱 有没有 青春永驻 嬉娃衣很可爱 所以你的意思还是说 我就是小朋友吗 怎么了 你跟洪毅怎么了 你该不会真的喜欢洪毅吧 有这么明显吗 拜托 我那时候就觉得你不对劲了 那是因为我知道洪毅 又不喜欢我这一型的女生 所以我就只能 默默的喜欢她照顾她们 都民国一百年了 你又不是洪毅 你怎么知道洪毅 不喜欢你这一型的呢 阿姨 你不要再安慰我了 我知道 我就只能当洪毅的那个好妹妹 好想再对你说 艰难的温柔 好想再对你说 我会好好过 好想再对你说 我会好好过 好想再对你说 我还是要好想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灑浪黑 不等太多雨 你讓我學會自信 卻也學會失去我 一陣 一陣 你剛幫我去哪 他剛剛心情不好 我就憑他怕他附近走一走 家裡呢 你有沒有看到他 我也不知道 我剛打他手機也沒有人接 我 你們兩個坐 我去幫你們倒茶 好 又怎麼了 怎麼讓怡真哭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 該不會是家喻的老毛病吧 那一陣她沒事吧 你說她沒事 她就沒事 不過如果你說她有事 事情就大條了 什麼 趕時間先走好不好 先走了一陣 這麼快 有點事情 好 我再打給你 喝咖啡 喝咖啡 拜拜 路上小心 謝謝 那妳早點休息吧 好 好香 宜正 來 趕快來嘗嘗 我幫你燉的青烏瓜燉排骨湯 喝完了馬上就燉大廊 燉大廊已經不重要了 不重要 你被帥哥拒絕了 都還沒有告白 哪來的拒絕 那就還有機會 機會 什麼機會 反敗為勝的機會 我哪比得上嘉宇 誰說比不上 你把那個湯喝了 馬上就比得上了 趕快喝 趕快喝 喝光光 喝光光 喝完馬上叫 你就是誰 遙望轉動生命中的期待 就是現在 拾拾緊緊收拾心跳升澎湃 輕輕敲醒了你我愛的告白 神耀 開啟我們永恆的愛 別的愛 一切開啟 你誰 插進來 是單位 漂亮 好看 真的不錯 這個我也喜歡 很棒 對了嗎 就是這種感覺 我就知道一定可以的 這一圈 好漂亮 真的好漂亮 太好了 明天是閃耀夢 轉動生命長得期待 就是現在 時時靜靜就成功跳上 真的像仙女下凡一樣 天啊 就是這個Feel 成功 你行嗎 我來 不加糖 兩個代金 你就不要生氣了嗎 知道錯了 這件事情都是我不好 知道了 知道錯就好了 氣消 生氣才不會跟你出來喝咖啡 那既然你是我的女朋友 有一些事情我也想跟你溝通一下 就是我很在乎我的朋友 還有我的家人 所以希望你以後對他們好一點點 好 只要他們不來煩我 你不讓我生氣 我就不會找他們麻煩 氣消了 氣消了 來喝咖啡 乖 小心 好喝嗎 你喝看看 可是 我喝奶會拉肚子 唉唷 不管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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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喝喔 我喝了 你喝喝喔 我們不用怕 你喝了 不覺得自己看到 你喝了嗎 我喝了 尋愛 没有 有 你喝了 可以喝了嗎 螢幕我要給妳鑑定一下 是祕祕 好 那晚上見了 拜拜 好 可以開動了 好嗎 妳變了 還可以嗎 其實還可以 我早就覺得妳有潛力了 小妹妹長大了 幫妳調菜吧 多吃一點 伊森 妳們兩個什麼時候 竟然到這種地步 好嗎 我跟銀線 妳們什麼時候在一起 幹嘛故意不讓我們知道 咪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何況她本來就是一塊譜玉 捉摸捉摸 就變個大美人了 幹嘛 你 變漂亮了 妳們什麼時候 發展到這樣的地步的 男為許女為下 何況她又不是一女朋友 幹嘛一副我狠到多愛的樣子 我 伊森是我的家人 是我的妹妹 她的事我當然要管 那妳知道她為什麼改變嗎 還不就是因為跟妳戀愛的關係 這就是妳所謂的家人跟朋友 做什麼事情都不讓妳知道 只有妳這個笨蛋 自以為是用熱臉添加冷屁股 佳宇 我們不是溝通過了嗎 不要再批評我的朋友跟家人了 妳要搞清楚 我在幫妳講話耶 妳幹嘛罵我啊 我什麼時候罵妳了 我只是告訴妳 我真的很重視我的朋友跟家人而已啊 我是妳女朋友 我在幫妳講話 我在幫妳出氣 妳知道嗎 妳在幫我出氣 我怎麼覺得妳是在侮辱他們 我侮辱他們 對 我就是要侮辱他們 我還沒說他們兩個是狗男女 妳講話不要太過分了 伊森 佳宇 伊森 我就在前面說伊森 好 我走 佳宇 佳宇 我吵架了 趁手好 好好吃喔 來 吃飯 玩笑我一下 手米粉 開心 開心 好好吃 伊森 伊森 便宜 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会搞不太懂啊 我今天只是约了群又一起吃饭 想跟她分享我长大的秘密 请她鉴定一下啊 结果后来佳鱼还有红衣回来 就别这样了 这样听起来很合理啊 红衣干嘛要生气啊 会不会希望我们要请她回来吃饭 到底是我今天穿的那些衣服 她都没有发现啊 根本就没有 什么没有用 我看红衣她没有发现是因为她忙着在吃醋 不可能 她是因为误会我跟群又两个人在约会 在谈恋爱 什么谈恋爱啊 还不是那个佳鱼在旁边这样煽风点火 那个女孩子啊我一看就很不顺眼耶 整个人就好像这样孔雀啊 那么骄傲 受不了 我看红衣跟她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这样吵一吵分一分也好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啊 如果佳鱼为了这事情 跟红衣分手 红衣一定会很难过的啦 我这个白痴我这个笨蛋 我干嘛搞什么长大这一招啊 我到底在想什么啦 又来了她真的是个白痴耶 红衣分手她不就有机会了吗 气死我了 真的是个北痴 这个北痴 好 我干嘛 我干嘛 我 啊 嗯 嗯 這位帥哥 你到底要不要搭電梯 失戀症候群 有這麼嚴重嗎 我跟著 我跟著 合你 你們也見到了 今天的点心啊是摆布我一人汤 咱快喝吧 说你最在意我却不能爱我 相隔刻一段远 以往能忘脱就犯的错 是我太懦弱 想离开 小姐 却没有力气这么做 不好意思 最近 嘴巴有东西的时候 不可以讲话 你慢慢吃 我去打扫 真的 妈 你是 而我 是我 徐佑 你帮我想个办法 要怎么样可以让他 从失恋中走出来呢 看着办 看着办 他就病得很严重 简直都要得忧郁症了 我担心他 你们在说什么 没有 没有啊 你看他 整人病得很严重 失恋他对他的打击真的很大 不行 一定要想个办法 让他跟佳玉两个和好 你还要他跟那个霸道女在一起 对啊 那不然怎么办 你疯了 我觉得还不如你跟他告白会比较好 你才疯了 我就说过我不是他的菜嘛 我知道 你又要说 我只是徐佑的好妹妹 我本来就是他的小妹妹 不管 一定要想个好办法才行 好好办法 有什么好办法 有什么办法 想办法 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我刚刚第一次想办法 我不是我的帮助 我就是我真是想办法 你 你 我帮助 你 你 我帮助 你 善助 我帮助 我帮助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我幫你一起找啊 嗯 我在找一個戒指 噢 戒指喔 對啊 我記得我明明放在口袋裡面 可是我現在怎麼找都找不到 我要把它還給別人 噢 我去幫你客廳找 讓我拍照 我把握的石油 一個地錶 在手縮隙 讓我拿去 把箱子撞上了 著看 傷心難過 要是要還給他 他一定會獨屍了 我還是過一陣子要還給他 一真 你願意嫁給我嗎 好意 我願意 我願意 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高中的時候有一次 我們一起敲課去打電動 然後那時候姨真妮也在 結果 都我們破關打完三四個小時的時候 一轉頭 姨真已經回家了 而且最扯的是 姨真竟然在家已經睡著了 你記得嗎 不然這一次 我們一樣再出來打電動 我們找姨真出來 讓他在旁邊罰站三四個小時 我們懲罰他好不好 然後我們再去吃大餐 好了啦 不要再轉了啦 你覺得我的嘴巴 可以塞幾顆番茄 一 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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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裙后 你沒事吧 突出來了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錯了嘛 看來還以為你死掉 靠 怎麼乾脆也死算了 好啦 我知道你是在關心我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真的一定要好好想透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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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 家瑜 請你原諒我 擅自佔用你一點點的幸福 對不起 我吃飽了 吃飽了 家瑜是這樣的 因為我早上做早餐的 順便幫紅衣做了一半 你怎麼可以這樣 為了你我花了多久時間 去排隊才買到的 你卻跟我說你吃飽了 現在什麼狀況 對不起 一真她只是一片好意 我真的就一時忘了 寶貝 你不要生氣 忘了 這種事情你也可以忘記 因為這個做作語 破壞了我精心安排的早餐約會 我沒有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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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啊 我睡得很安穩啊 二 食不下咽 不會啊 我吃得也都很正常啊 三 思念對方會流淚 天啊 我什麼完全都不會想家瑜 不會吧 該被我是病的 我這樣到底是不算失戀 為什麼我什麼一點都不會難過 碰到喜歡的人會臉紅心跳 心跳加速 屁咧 奇怪 為什麼我看到家瑜 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為什麼 為什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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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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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來了 哇 好漂亮的戒指喔 這不是我的啦 這是家瑜的 等侯姨好了以後 我就會物歸原主了 真的 物歸原主啊 拜託 東西可以還 帥哥不能還 欸 好不容易才等到他失戀耶 這是你的大好機會 就是因為家瑜跟紅衣分手了以後 他整個人都變了耶 所以這段感情啊 對他一定很重要 不然他不會這麼的難過 這個時候 我更不肯有非分跡想 我應該做好妹妹的角色 好好的照顧他 唉 你真的是一個北七耶 現在都什麼時候了 還在說什麼妹妹不妹妹的 唉 你喔 應該好好的把握這個機會 要跟他告白 人家說 男人失戀的時候是最脆弱的 反正你伸頭也是一刀 縮頭也是一刀嘛 這樣真的好嗎 好 喔 兄弟啊 你不要自暴自棄了好不好 你知道我們為你擔心多久嗎 你也想想宜貞 我從你分手之後 我就再也沒看他笑過了 等一下 自暴自棄 你沒有嗎 你每天這樣陰陽怪氣得像個遊魂 我看 姨貞肯定便宜找得憂鬱症 姨貞 你是真木頭還是假木頭 她從以前就喜歡你感覺不出來嗎 你不會再開我玩笑了吧 你老實說 那天看到你跟姨貞抱在一起 真的讓我有點糊 你現在有沒有處於一個失戀的狀態啊 完了完了完了 失戀真的是一種病 就是因為沒有我才悶啊 這幾天啊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一點都不難過 而且跟家喻分開之後 我反而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我想了好幾天一直覺得很奇怪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幹嘛 還有我們擔心這麼久 你剛剛說 姨貞喜歡我 就你這個白癡 人在府中不知府 真的 真的 NO 對 再来 你來啦 怎麼樣 還好 媽咪 我 我看你不太舒服 算是舒服 我肚子 剛好 我幫你煮了一鍋湯 因為我看你最近不好就不好 所以我熬了湯 希望你可以拿好起來 那你拿去坐著 快快快 把你盛湯 時時靜靜就穿請跳升空派 靜靜小心了你我愛的告白 閃耀 愛情我很有魂的愛 本來 這個就是幸福的滋味 你先等等我幫你測量 不然你這麼怕燙的人燙到怎麼辦 什麼 怎麼了 用來燙的東西嗎 沒事 小心燙 我喝湯 群佑說得對 你真的生病了 我 我生什麼病 失戀嗎 你跟家喻分手以後 你每天整個人都失管落魄的 魂都不知道飛哪去了 病得真的好嚴重 那 你是我的好妹妹嗎 我是你的好妹妹 那如果你哥哥生病了 你會幫你哥哥治療失戀的傷痛嗎 當然會啊 不管什麼方法我都可以幫你 真的 嗯 那 你跟我約會 跟你約會 嗯 為什麼 因為我看書上講說 治療失戀最好的方法 就是進入下一段戀情 有用嗎 嗯 那好吧 那 你願意跟我去喝咖啡 進行約會的第一步嗎 小姐 你願意跟我喝一杯咖啡嗎 我願意 走吧 好 她有哪裡好 讓你忘不掉 為何從前的喝酒 是不肯刪掉 就算她 好吃嗎 好吃 換我 好 你要多吃一點 大口的 好好吃 真的 那妳要吃大口一點 對 好吃嗎 好吃 那我餵妳 這麼大口 你要多吃一點嗎 好好吃 真的嗎 嗯 好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耶 剪刀 石頭 布 我不會灑牆 你也不笑 就說 剪刀 石頭 布 耶 剪刀 石頭 布 耶 剪刀 石頭 布 耶 你怎麼會回笑 你怎麼遠來你啊 等我来 侯姨 我是一个怎样的笨蛋 错过了原本就在我身边的幸福 我真是一个呆头 真希望时间可以停止 因为我渴望的幸福 是录制的短暂 像在做梦一样 上天哪 拜托再给我多一点的时间 我想要记住这短暂的幸福 爱情的酸甜很微妙 爱知足像柠檬发行 妈妈 祝福祝贝贝 你去哪里了 这怎么办 喂 只会偷藏 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你付出我全都知道 请相信 我很想陪着你知道啦 想陪着我找到乔子宽 但也不信 我看什么 养费 我看什么 以后 我看什么 骑我 到了 我看你擦 好 沒頭 你在幹嘛 找東西喔 要幫我幫忙 沒關係 只是個小東西 我自己找就可以了 沒關係 我幫妳找 它長什麼樣子 小小的 小小的 還有咧 圓圓的 圓圓的 女生喜歡帶個 其實不是很重要 找不到也沒關係 真的 好 宜正 妳要找的東西就是它吧 怎麼會在妳這邊 因為前幾天你在陽台發呆的時候掉了 我就幫妳撿起來 那妳為什麼那時候不還給我啊 因為妳最近都很難過啊 我怕妳看了這個戒指會獨屋濕人 就先把妳收起來 等妳跟家瑜好了 我就會拿來給妳的 這樣啊 那我們之前的約會又算什麼 我只是家瑜的代班而已啊 好 我的傻妹妹啊 戒指的事情 我會好好地處理的 謝囉 好 怎麼會做呀 好 怎麼那麼開心啊 就想通了一些事情 所以心情豁然開朗 現在想要去買一朵花 解決一件事 你跟怡貞怎麼了 妳都知道啊 我當然知道啊 只要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來 怡貞對妳的感情 只有妳不知道而已 對了 連那個家瑜啊 她也知道吧 所以上次妳帶她來的時候 她就故意在怡貞的面前 跟你這樣親親我我揉揉抱抱的 好有心機喔 而且她還私底下來找過怡貞欸 講些什麼 我是不太記得了啦 不過她有故意製造群佑跟怡貞 他們兩個在一起談戀愛的假象 真是的 不過群佑啊 她也一定看得出來 怡貞愛的人就是妳 我看全世界人都知道 就只有妳一個人喔 不知道 是啊 我真的很傻 原來幸福就一直在我周圍 只是我恢然不知 你喔 要想清楚喔 有些人 一旦錯過了 她就不在了耶 就好像有一首歌 叫做是 有些人 有些人 一旦錯過就不在 有些人 有些人 懂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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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個給妳 懂嗎 嗯 嗯 嗯 太好了 真是如此可教也 這樣她都懂 我都不懂了 但是好浪漫喔 真心跳生 我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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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為什麼 都不告訴我 妳為什麼 妳喜歡我 我又不是妳的菜 妳又不是我 妳怎麼知道 我的菜是什麼 妳都忘了 從高中開始 我就幫妳約 各式各樣的菜耶 想到了喔 我可是有知識之明的 人會變 妳會變 我會變 可是我相信 妳的心是誠實 妳好奇怪喔 今天都說一些很奇怪的話 因為我終於想通了 我要勇敢去追尋我的愛 弘毅 我想了想 讓妳痛過幾天 是對妳最好的懲罰 現在我原諒妳了 感謝我吧 幫我心拿上去 現在馬上立刻 有些人 我來不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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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是我的幸福 雖然不知道現在來不來得及 可是我相信妹妹 給你錢 好 真的是有情人 忠誠眷屬 果然是有寶貝 不住嗎 誰不住就出事 要不要趕快搬進來住好了 好 生氣了 沒有人要來坐 沒關係 我再去貼一張集屋出租就好啦 我需要你越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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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點我不怕 流眼淚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越過呢 我們還要跑多久啊 我也不知道 導演還沒喊咖 怎麼辦啊 繼續跑囉 好 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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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啊 可以演出一下嗎 對 這是鴨頭 對 對 就是因為在某一天呢 大家都很疲憊的時候呢 為了要讓大家打起精神 所以呢我就發明了 特寫特寫 而且他的特寫特寫很奇怪 你不是著手嗎 不是著手啊 對啊 可是攝影機都是著手 因為我是著片子 但是我很懂 是因為導演跟那個 攝影大哥說了以後 我就立刻改手囉 我是很聽話 哇 好怕喔 好聽話喔 這也還好耶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 在三三故事館啊 是我第一次拍戲呢 有自由發揮的空間 對 因為我們的劇本 在後面 完全就是 跟我們當時拿到那個劇本 對 形態跟架構都完全不一樣 有點出入 對 非常大的出入 可是我覺得這樣很好 因為可以讓我們自由發揮 像有一場 就是導演跟我們說 這一場要吃醋 然後沒有台詞 沒有任何的動作設定 就讓我們三個人隨便演 結果我就很聰明 看到他們兩個就說 那你們兩個先跟我去倒茶 所以我就走了 整個就 就我覺得第一天 就是拍完前半小時之後 我們其實後面 整個差不多四五個小時 都在討論說 對 這下的戲劇要怎麼走 怎麼走 所以這一次的演出其實 反而我覺得 好像學習到滿多東西 因為要變得更獨立 更要去幫自己這個角色 塑造很多更立體的形象 而且大家都說了很多自己的歌 對 比如說我是剪頭髮 所以想說 就會攜帶剪刀 對 然後我是幼稚園的英文老師 那妳英文很好 我英文不好啊 那妳怎麼會當老師 所以我才是 是我自己心疼 不捨得讓妳自己夾 可以了吧 妳看… 我還說 你哪一個好友 他還坐在那海帶 我一句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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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謝謝工作人員 每天都把我們照料得很好 因為… 因為… 吃Buffet 每天都吃Buffet 對 真的是… 便當 便當 這邊是大家很歡樂的 就一個大桌子 對 一家人一樣 大家就夾菜 然後開這個超大電視 很歡樂 但我相信每個人都 說過很多 所以這部戲也付出很多 然後… 謝謝導演 謝謝所有的工作人員 謝謝… 謝謝… 這部戲劇的所有觀眾 希望你們會喜歡 下週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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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一個月就要比賽 你在談這什麼不露油的東西 我根本聽不懂 你現在逼我也沒有用 我知道我根本做不到 做姐姐的全力支持你 向她真心話打告白 如果失敗了就失敗了 沒關係 我們再接再禮 但是如果一旦成功的話 你就向她逼婚 逼婚 你為什麼要放棄你生命中 你最愛的鋼琴 那不過就只是一個小挫折而已 就永遠不碰鋼琴嗎 you 所以咱们